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和彦老师您好 桂花五安 道就好是林和彦 每股持续上涨 在礼拜五的时候 台北股市最终上涨了18点 指数来到了15868 成交量是1997亿 个股表现选股才是获利的关键 接下来廉价过后 选股应该如何来布局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好的 全球股市都很强 美国股市连涨三天了 亚洲股市跟着一起走高 你看礼拜四的时候 爆穷又涨141点 费城报体又涨1.63% 欧洲股市也跟着同步上涨 涨幅也都超过1%以上 那台北股市礼拜五 开高102点 再创新高 15951点 但收盘虽然小涨18点 没差啦 指数涨跌不重要 我经常讲 你只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方向没有变 内股个股一直在轮动 一直在轮动 涨高了就不要追了 底部的股票你就放心了买 尤其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还没涨的 你如果找不到 就找林和彦就对了嘛 林和彦专买底部的基优股 我没有给你推官 而且我只买赚大钱的公司 你听我节目听那么久了 我有讲过一档 亏损的公司吗 我有讲过一档业绩烂的公司吗 我有澄清 个股涨很高才叫货人去买吗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所以你像我这样做就对了 来找林和彦 我坚持这样的原则 带你持续一步一脚印 继续投资下去 这个礼拜 礼拜一礼拜二跌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涨 礼拜二跌的时候 是不是市场一大堆风言风语 带一点宵微 要放假啦 又是升息的问题 又是银行的问题 一大堆 欧白说的话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不要胡思乱想 大家想放假不想赚钱 那你就不想赚吗 放假要花钱 放假要花钱 那你不赶快赚钱 你放假怎么有钱可以花 所以积极的人 放假不放假 放假大家都很爽 可是积极的人只要闻到赚钱的味道 他绝对不会错过 所以礼拜二行情跌128点的时候 我们带货员赶快下去买 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啊 单股周周发 就是礼拜一礼拜二买进 礼拜四礼拜五卖出 那正好礼拜一礼拜二跌 正好是单股周周发进场时机 那是最好的机会跌啊 所以礼拜二跌128点 大家不敢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大买 周周发的股票 那紧接着礼拜三涨 礼拜四涨 礼拜五又涨 那是不是礼拜三买的股票 全部赚钱了 那赚钱是不是又可以逢高卖了 你看我们单股周周发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6121新普 我买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 有一支股票 一年赚快四个股本 探39块 五个月都没有动了 五个月要不登当啊 即将要开始启动 就是新普啊 而且公司还配的很大方 配了27块钱 殖利率9% 9%很高啊 那我们趁礼拜一跟礼拜二 跌下来的时候 我们新普 297 295 300 有来都下去买 那昨天礼拜四 礼拜四 我们320块钱卖出 这样是不是赚到了 297买 320卖出 一张两万三 十张二十三万 是什么贪掉啊 是 买10张 300万 300万很多人有啊 那不要说买10张 买5张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你买10张 300万 300万你够银行 够300万就15天 利息也不过才3万块钱而已 那我买新普 礼拜一礼拜二买 礼拜四卖出 4天 10张 卖23万 300万卖23万 这样滑味 绝对划算嘛 这个就单股周周发嘛 礼拜一礼拜二 趁低的时候下去买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风高卖掉 每个礼拜运周星 每个礼拜结算 一个礼拜行情 风险有限嘛 那你会运用的话 礼拜三礼周星 一礼拜五趴六趴 一礼拜四礼拜 六礼拜二十几趴啊 对不对 对 我昨天前两天特别跟大家讲 有一支股票 EPS15块钱 本位比才八倍 五礼拜没上当啊 我们再布局这张个股 报这支 四九五八真顶 赢家会员 强办会员都知道 我们礼拜二买真顶 趁大盘跌的时候 买真顶一百一十元 礼拜三买一百一十一元 都没得到 今天拉高上来一百一十五元 通知他们全部获利卖出 你看礼拜二一百一十买 今天一百一十五卖 一张是不是五千 十张是不是五万 买十张一百一十万你们都有 一百一十万四天 礼拜二买到今天礼拜五卖出 一百一十万赚五万 有个五趴 又赚到了 这个就是单股周周发 礼拜一礼拜二 找低点买进 礼拜四礼拜五逢高卖出 每个礼拜结算 每个礼拜领周薪 会员是赚得很开心 每个礼拜都有 短线周周发的股票可以赚 那一个礼拜风险 能够控制 对不对 搭配破断的操作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假设是一百万 在做操作的会员 的投资人 你可以设定二十万或三十万 大概两成到三成的资金 那跟着我单股周周发 的规划 礼拜一礼拜二带你买 礼拜四礼拜五逢高卖 钱收回来 下个礼拜 重新再来 我再给你新的周周发的股票 但主要的资金七成八成 还是以破断操作为主 因为破断操作 才能够赚大钱嘛 对不对 才能够三十%五十%赚嘛 你看破断操作的股票 已经印证多少次给大家看过了 三十八五十八 不要说多久 就跟今年做现在三个 今天最后一天 我们光是今年三十%以上的股票 已经赚非常多了 8081自新 117买的 178卖出 50% 很多人都有赚到 对不对 台办 电动车的台办 台办我们82块钱买的 涨到113 我们111元卖出 又是40% 对 车灯的地保 大家也知道啊 地保我们72 73买的 也是涨到94 我们91块钱卖出 又是30% 所以你要赚大钱 是要方法 我的方法就是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在还没开始涨的时候就下去买 等到行情发动 你给他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都没关系 赚钱 赚钱 普通都没关系 赚三十八五十八方很简单 卖掉之后再找下一档 你看3324双红 这两个月最后就是双红 我研究报告也都送给你啦 我送给你研究报告的时候 双红在多少 在150到160这个区间里面 10块钱里面震荡 你要买150买115 买155买160都买得到 昨天最高已经来到229了 昨天229了 你拿到的研究报告 你不买吗 研究报告做什么呢 对不对 那拿了有买 有买就有赚嘛 是 一档双红三个礼拜不到 高达50%的报酬 高达50%的利润 这个就是破断操作 可是你也不要 每次股票都做破断 每次股票做破断 股票买了就爆 买了就爆 那反正你股票都在爆 你今天不会想要卖 那不会想要卖 你就不会用心去看行情 就不会用心去做研究 那久而久之 你注意力就分散掉了 那关键的问题出来的时候 你忽略掉了 那这就不好啊 所以长短搭 一部分资金跟着周周发 随时保持市场的敏锐度 一星期的行情 一星期的行情 对不对 5%8%5%8% 这样财务也很怕人 是 那搭配整个破断的操作 30%50%的利润 我相信这样长短搭 效果会最好 今天财报发布是最后一天 所有1700家 今天全部都要发布出来 昨天茂连 3665茂连 昨天发布财报了 EPS25块钱 是不是跟我估的一模一样 是 我在估财报是超级准的 差多少 25.02 差0.02而已 财报出来之后 今天茂连又公报 289了 上个礼拜有268 上礼拜茂连有268 我叫你们要买就快买 财报发布完之后 同时他又要办理现金增资 这种现金增资股 在增资前 都会扣一颗 你看上礼拜的268 到今天的289 这样又二十几颗了 我们200时就开始说了 对不对 我们240就开始买了 茂连有买有赚 有根有赚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根 因为电动车是未来 整个世界的梦 未来十年会有十倍的行情 所以你不要去乱买 把资金锁定在电动车相关股票 有一百多家 你可以人留作 底部的优先买 涨高的不要理它 行情总是涨涨跌跌的 涨高了它会修正 等它修正下来 那我们再来开始底部又进场 那有一百多家 这边轮流涨轮流跌 轮流涨轮流跌 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机会 找底部的再买 找底部的再买 长期坐下来 搞不好未来十年 你就光是靠这些电动车 你就赚超过十倍了 那如果再搭配周周趴的操作 每周一二买进 四五卖出 五趴不会趴 五趴不会趴 这样操作下来 台北股市其实 是很有梦的地方 任何理念这种方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利用我们现在 一季的费用 一起赚一整年的活动 你能帮你规划 每一只股票的进出 牵着你的手买进 牵着你的手卖出 跟着那一脚步 好的谢谢老师 何彦老师坚持只做 底部GEO期涨股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让我们一起来复制 新谱 真顶 还有双红 递宝的成功模式哦 想要进步了解内容 可以利用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 我们要在行情发动之前 先卡位 才能够领先市场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何彦老师短线单股周周发 带你做价差 长线做波段 让你获利30%到50% 欢迎你利用我们 一加三的特别优位活动 跟上脚步 只要一季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电报名 抢优惠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面 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何彦老师 Lite at 以及Telegram账号 Lite的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 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 林何彦总顾问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在行情 发动之前先卡位 才能够领先市场哦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好的 今天涨18点 指数破这一波的新高 15951点 亚洲股市更凶啊 今天日本大涨了258点 南韩也大涨了1% 那他的股市因为 可能价值效应的关系 投资人可能买股票 欲兴乱三 不要这样啦 这样贪不钱啦 股票市场掌握是机会 机会来 你就不要错过 机会没有的时候 你就要等 你就要耐心等 所以不要因为价值的关系 就错过机会 这样就可惜了 这样就可惜了 单股周周八 礼拜二台北股市跌 128点的时候 大家不敢买 我们趁机下去买啊 这个礼拜单股周周八又完胜 我们这周做两支嘛 VIP会员做新浦 新浦礼拜一 礼拜二 297买 礼拜四 320卖出 8% 赢家跟强棒会员 礼拜二 单股周周八买 320卖出 11% 每个礼拜 零和宴只要找到 短线周周发的股票 我就带会员一起进场 抢周星 认同我们这种场短搭配的 那我们一起来合作 好 财报间最后一天 这是好事啊 所有公司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你可以好好去检视 哪些公司是小个大碗 又赚大钱 股价又没有涨 那当你发现这种小个大碗的股票 那就不要怀疑了 赶快进场就对 弃贯就不要去堆了 你看今天 8056的总态 总态今天大涨5% 46.45 我们当时买的 41.7买了 总态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去年大赚9.8元 没有人会料到 总态竟然会赚那么多钱 所以之前都没人买 那赚多 更重要的是 公司舍得分配给股东 赚9.7 竟然发了8.2 把获利的90% 全部都拿出来 给股东分享 那殖利率高达 28%的殖利率 这种股票最赞 老探级 公司又台风 高获利低本益比 高配息高殖利率 第一天涨停板买不到 正常的 第二天就要赶快进场了 所以财报发布完之后 第二天我们41.6 11.7进场 进场之后我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讲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支高居购都要购都要购 你要紧张 你随时买随便买 闭着眼睛买 我们当时讲的时候在41 今天46.45了 这样多少啊 10%了 一张四万 一张四星 十张四万 我十张四十万而已 四十万你都有啊 四十万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已经赚四万了 还小case我一张都不卖 你知道同类型的公司 同产业的公司 现在本益比都八倍到十倍 总态现在本益比才四倍而已 尤其殖利率 还高达快二十%的殖利率 所以你如果底部的 破条 暴劳 这随时会又冲出去 这随时会再冲出去 所以这两天 所有财报出来之后 赶快利用发布出来财报 把所有股票检视一遍 找出赚大钱 那不贴的勾票 但对你们来说 可能资讯没有那么的丰富 那资讯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 要叫你去找到好的机会 可能也比较牵强 好啦 你去放假啦 把这些准备功课的事情 交给您的宴 我来辛苦没关系 你去放假 你去送 然后等到我找到好的机会的时候 我跟你们分享 我带你们下去买就好 同时再加上一档周周发的股票 我们破断操作为主 单股周周发为辅 长短搭配 让效果能够更好 我找股票您放心啦 绝对都是赚大钱 尤其股价还在底部的 我现在找到了一档 想不想知道 想 我告诉你 会这样吗 我不能告诉你啊 是 你知道这只股票 已经五个月 股价只有五块钱而已 五股 五股 只要五股 他们的区间在走 大概是在10%的内容里面走 尤其 价格大概是在五十几块钱了 可是账上每股净值 竟然高达七十几块钱 而且外资已经连买九天了 外资连买九天 默默的进货 默默的进货 我估计 这次假期过完之后 这支股票 就会动了 这支股票就会动了 又是一档底部七档的股票 嗯 有没有兴趣 有 有兴趣就跟上我脚步啊 是 默默默带着你规划 我带着你进 我带着你出 我拿股票 你们放心 嗯 全都是探大钱 这部的股票 利用现在我们 一季的费用 一起赚一整年的活动 跟上你们脚步 把那儿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会卖股票的老师 才是高手哦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 想要复制 真顶 新普 还有金元 拓凯的成功模式 赶快跟着和言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利用我们一加三的 特别又为活动 跟上脚步 想要进一步了解内容 可以利用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股的 林和彦老师 老师谢谢您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 选对股票 因为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和言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短线带你做价差 让你领周星 长线做波段 带你操作更灵活 欢迎你利用我们 一加三的特别优位活动 跟上脚步 只要一记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欢迎你来电报名 抢优惠 02 239 23988 02 239 23988 行情事部等人的 02 239 239 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协议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